喂,爸,今天怎麼來了? 你還說,宗苑也不告訴我,幸好還通通知我 你怎麼樣?身體好久了沒有? 我沒事 你每次看到有人進來,你就會很緊張的看是誰來了 如果是我或者是大姐,你就會一臉失望 我知道大家都忙,我不想驚動太多人 我是你的女兒,你身邊我都忙得要來穿護你的 是我的老闆 難怪他問我是哪家醫院,記號病房 原來是要送你來 就是你那個救命二人啊 挺信心的 這個人挺不錯的,幫了你不少忙,改天有機會 我要好好謝謝他 好,那等你出院,我讓你們兩個聽聽 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嗯?爸急著要出院,他想回套花園 我真的沒事了 那,醫生只是說你能出院,你說你能做錯誤 不聽話,馬上送你回去 哼,我什麼時候是最給這麼霸道的女兒啊 爸出院,你們通知文康,他現在在哪裡了? 他就在外頭,不告訴我家 上次他來過,但是爸剛好在睡覺,所以沒見到面 看來這種父子,真的是有一點緣分 嗯,其實爸也很想見菲菲 我本來想通知姐夫,但又怕不假的 二姐,姐夫最近無精打采的,花園打得很少 可能是生意不太好吧 姐夫? 欸,你把沒給你吃了嗎? 我跟她喜歡吃飯 我們應該吃那邊可以吃喔 我喜歡吃吧 我喜歡吃火藏 你是很好的嗎? 你會吃火藏嗎? 你是就在這邊嗎? 我喜歡吃火藏 你會吃火藏 我喜歡吃火藏 這 今天是你會吃火藏 我喜歡吃火藏 你會吃火藏 如果在火藏 若不是Sammy 你早就回到越南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好好地修养 医药费方面 我们会帮你解决了 二夫啊 你的心我已经看过了 我会照顾你的 我没有放弃你 你也不要忘记自己啊 知道吗 来 吃 喝多点